看看贾静雯前婆婆,再看看贾静雯现在的婆婆,网友,幸亏离得早。 大家都知道贾静雯有过两段婚姻,但贾静雯的第一段婚姻却是十分悲惨的,贾静雯的前夫叫孙志浩,是一个美籍华人的富家公子。 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贾静雯和孙志浩相恋,未婚先孕,随后嫁为人妻,心意满满地退出演艺圈,但是贾静雯的婆婆却一点都看不起贾静雯,觉得她只是一个戏字,配不上她儿子。 贾静雯生下梧桐妹后,孙志浩的母亲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求验DNA,这估计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屈辱了,辛辛苦苦生下孩子,婆婆却要求先验DNA,虽然事后证明孩子确实是孙志浩的,但她也并未真正接受这个儿媳,贾静雯就这样屈辱地嫁入孙家。 但这段婚姻维,但这段婚姻维维持不到五年就发生婚变了,陆续曝出孙志浩花心与其他女人纠缠不清,家暴血藏女儿,两人的离婚过程更是难堪至极。 孙志浩以贾静雯有上亿资产未由,要求分齐2600万台币的补偿,贾静雯只说了三个字,太可笑,之后贾静雯为了女儿的抚养权,放弃了房产和所财1500万台币。两人正式离婚。 离婚后,贾静雯嫁给小九岁的修杰凯,但在得知贾静雯和修杰凯又生了两个女宝宝之后,孙妈妈却在媒体面前嘲讽,道,幸亏离得早,要不然孙家的家业谁来接班? 网友都看不下去了,纷纷怒对道,幸亏离得早,不然都不知道还要遭多少罪了。 不过幸好贾静雯遇上了修杰凯,修杰凯完全不介意贾静雯的过去包容她的一切,把贾静雯宠得像公主一样。 不仅如此,现在的婆婆和贾静雯相处很好,婆婆还夸赞道,静雯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子,很娴熟。 在《妈抄》上,可以看得出来贾静雯现在的婆婆对她还是非常不错的,怕贾静雯忙不过来,主动去厨房帮忙,两人还聊起了做菜的心得,气氛十分融洽。 看看贾静雯前婆婆,再看看贾静雯现在的婆婆,网友,幸亏离得早,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,同样是婆婆,两者差别好大啊。 还有网友表示,嫁个好男人真的很重要,现在的贾静雯有丈夫冲着,婆婆一家也很喜欢她,真的很幸福了,看到贾静雯的经历,不禁想起贾静雯和叶依稀。 叶依稀第一胎生的也是女儿,所以婆婆自然是不高兴的,但好在田亮非常疼老婆,一直在做和事老后来叶依稀生下儿子,也很孝顺婆婆,这才让婆婆满满接受了叶依稀。 叶依稀也把田亮照顾得很好,常为田亮做美食吃,但田亮却怎么吃都不胖,田亮4月14号微博还自报维持体重的方法,真是好幸福的一家。 看完,不少网友表示,有丈夫冲着,婆家也会很尊重自家的儿媳。 还有网友表示,自古中国婆媳关系都是难解的谜,但人心都是肉做的女人何苦为难女人。 之前贾静雯生了梧桐妹,孙妈斤斤计较,而金孙志浩和嫩魔林若亚结合了,前后一起六年,一直没有生娃。 据说是因为林若亚,想继续自己的事业,要保持身材,所以不想生孩子。 而这时候,孙妈面对媒体却说,不会给儿媳施加压力,还说现在的儿媳很孝顺,前后态度180度转变,持瓜观众都看萌了。 不管怎样现在两家各自安好理事最好的结局,也祝福贾静雯一家一直幸福下去。